那还听吗 还听啊 很期待郑军哥讲什么呀 云杰 最后一讲给你惊喜 还可以期待一下了 云杰 你是最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真不懂事 是最棒的 最棒的最棒的最好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从 郑军哥能回答 你就看着专一 不做作 只更重题 云杰也 一下就概括到了 这就是老郑啊 既在意料之中 也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呢是 老郑一直就是一个 很怕麻烦很简单的人 他的答案肯定就是 很简单几句就回答完了 意料之外的是 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还要短 哈哈哈哈 哎我严重怀疑 他就只录了这几句 然后你们给套的这四个问题 肯定不是 人家排比 一二三 他不断地排比 表达情绪的递进 音调不一样 后期处理的哈 哈哈哈哈 特别好 哎 这是郑军哥的幽默 这是幽默 对这是幽默 您姐你是最乐观的 哈哈哈哈 不是你应该想 不管他录了哪句 录了几遍 他都是为了你录的 对啊 对吧 哎 你想有例子家 能录这些东西 世俗的东西 你想一想 回到人间了 啊 但他的回答 跟这问题有啥关系 不重要 觉得你棒 才最重要的 他这个问题 本身就有问题 我跟你讲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history 哈哈哈